最新研究剖析新陈代谢之谜,解开中年发福密码 最新一项针对人体能量消耗的研究发现 新陈代谢减弱并不是中年发福的罪魁祸首 这项研究在29个国家进行,有6400人参与 研究对象年龄跨度从出生8天的婴儿到95岁的长者 结果显示新陈代谢实际上在整个中年时期仍然保持强盛 人体新陈代谢在一岁时达到峰值 从20岁到60岁期间保持稳定 然后才开始不可逆转地下降 研究人员说,这些发现让人们对身体有了前所未有 但有出人意料的新认识 肌肉与肥肉 新陈代谢是生物体内一系列维持生命的化学过程 无论身材健硕还是大富贫贫 身体越大运行所需的能量就越多 一种抑制食欲新药瘦身健其效 或开启减肥新纪元超级加工食品是怎样影响我们身体的 饮食决定寿命长短坏习惯成为人类健康最大杀手 因此,研究人员调整了他们的测量方法 根据身体大小加以调整 以比较人们的新陈代谢率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结果发现了新陈代谢的四个阶段 出生到一岁,这时的新陈代谢从与母亲的相同转变为比成年人高出50% 达到一生中的峰值 20岁之前,新陈代谢稍有放缓 即便在青春期的所有身体变化中也没有峰值出现 20-60岁之间,新陈代谢没有变化保持平稳 之后持续下降,逐年递减 到90岁时,新陈代谢比中年时低26% 参与该研究的英国阿伯丁大学的约翰·斯帕克曼·张斯比克曼教授说 这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情况 其中有很多令人惊讶的地方 如果你正在经历中年发福 你不能再把它归咎于代谢率的下降 儿童营养不良,影响终身 这一研究令人意外之点还包括 他没有发现什么 新陈代谢并不在青春期或怀孕期间出现激增 在更年期前后也没有放缓 生命初期出现的新陈代谢高峰 也凸显了他在人体发育过程中的重要性 以及儿童时期营养不良 为什么会产生终身的后果 杜克大学的赫尔曼·庞泽教授 Hermann-Panzer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 人们以为新陈代谢关系到饮食和运动 实际上它比这些有更深层的作用 它关系到人的身体和细胞如何运转 新陈代谢在一岁的时候就非常活跃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下降时 人体的细胞也在慢慢停止工作 人们的新陈代谢率是用双标水法来测量的 所谓双标水法 Double labeled water Blue 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种人体能量消耗测量技术 简单通俗而言就是追踪人体吸收和排出的水分中的能量 了解机体的能量代谢 但是双标水法测量技术非常昂贵 所以研究人员在29个国家合作 收集了6400人的数据 对症下药 研究人员说 充分了解新陈代谢的变化可能对医学产生影响 庞泽教授说 他可以帮助揭示癌症是否会随着新陈代谢的变化 而发生不同的扩散 以及是否可以在不同阶段调整药物剂量 甚至还有人在讨论是否能服用影响新陈代谢的药物减缓老年疾病 威斯康星大学的罗扎林安德森 Rosaline Anderson和蒂莫西罗兹博士Timothy Rose说 这项前所未有的研究 揭示了对人类新陈代谢的重要新发现 而且随着新陈代谢的下降 老年疾病也开始出现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肥胖症流行的根本原因 伦敦国王学院的汤姆桑德斯教授Tom Sanders说 有意思的是 他们发现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人体的总能量消耗差别很小 而中年是发达国家大多数成年人长胖的时候 这些发现将给有关肥胖症的起因提供更多根据 极肥胖症蔓延的原因是摄取了过多的食物能量 而不是因为能量消耗下降 剑桥大学的索仁布拉基博士Soren Bridge说 测算能量消耗总量一直是人尽皆知的难题 我们迫切需要做的 不仅是将注意力转向因为焚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全球能源危机 而且转向因为我们的身体消耗不了过剩的卡路里而造成的能源危机 您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和发现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 并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愿上帝保守您的灵魂体健康 祝福您天天过得幸福喜乐平安